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老師啦 哇 超漂亮 不像那小伙子在那邊 不是我 我剛剛在 你這樣超強的 泰國的真的是爪 然後他現在的有點像 是用一個爪 摸著爪 他扯耶 我這樣看他扯了一下 感覺有25厘米耶 我今天上一個工具了 以我多年來的經驗 小姐姐的顏值 平均都有在一個水平線上面 哈囉大家好 我是舒暢 我是Iron 今天我的老闆 嗨我是Iron 說要找了一位神秘的老師 然後要給我增進 這一個的技術 沒錯 我是不是有怪聲 這一個的技術 沒錯 因為之前呢 安排過舒暢去學過 勤勵按摩嘛 然後也去過泰國 學抓龍筋 那這次我們這一趟來越南呢 一定要也要體驗一下 越式的抓龍筋 是不是有比較不一樣的手法 對 而且這一次請到的老師呢 還是一個越南 我就知道你這個人 純看顏值 阿不然幹嘛來越南 體驗看 學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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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他已經到樓上在等我們了 所以我們就go 老師跟我們的屌膜 已經在樓上了喔 哇 哇 哇 筆 筆筆筆筆筆 照片跟畫面還要漂亮耶 小聲換了 XXX 不小心把屌膜講出來是不是 對 神秘屌膜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老師啦 哇 超漂亮 超漂亮 甜妹被刺驚耶 反差耶 那我們今天就麻煩老師來幫舒暢上課囉 好 好 那我想請問一下今天的老師是叫什麼名字 G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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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na好聽耶 Gina 老師幾歲啊 18歲 她叫18歲 18歲 我也是啊 有什麼奇怪的 那Gina老師從事抓龍筋多久了 萬一 萬一耶 我們今天這一個套餐是一個小時還是 對老師的這種抓龍筋服務啊 通常一個套餐是90分鐘 然後費用的話是150萬越南盾 那換算台幣大約是2000塊左右 想要了解更多這種detail啊 或者是說 老師聯絡的資訊呢 可以到我們的AA大人學 或是舒暢的會員頻道裡面 去留言 或是說到我們的群組裡面做留言 大家可以得到更多detail的資訊哦 那這一個價格在這邊算是 哪一個檔次 就是同樣的服務 其實抓龍筋的服務呢 它比較偏暗黑行程 所以呢 它大部分都是在150萬上下 然後如果有其他服務的話呢 它還會有額外的費用這樣子 但是在這邊的話 老師是可以上門服務的 對 先選照片是不是 通常是選照片 然後挑到喜歡的老師 然後選時間 倒置那個飯店的地址 然後老師就會上門服務了 明白 那我們通常是有什麼渠道可以找到這些老師 那這個的話就必須要到我們的會員頻道哦 哈哈哈哈 大家可以到底下的那個鏈結去加入我們的會員 那我們裡面就會有這一次 不管是大人學或是舒暢的頻道體驗的東西 跟detail 或是說你裡面看到女生的聯絡資訊 都會有哦 要經正系了 能不能有一台攝像機拍這邊 腿 舒暢的訊息 真的很棒 有抓到了嗎 我現在沒看到 有不一樣嗎 有 有 開始有升進去嗎 我們屌膜 它這樣子有點升進去 也要抓了一下哦 你屌膜的感受如何呢 目前就是都還在邊緣啊 然後前面都是在一般安排 還沒到正系 完蛋 你真的有東西要學到 你這樣子戳那個大腿的那個大腿根 其實是很舒服 哇 狗花塞了 有抓住地方嗎 拱起來行不行 拱起來 這裡要壓下去 你在後路別人的時候 我就覺得沒有女生的貌 拱拱當當的 你是不是上次小伙子在那邊 不是我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我沒出台帶回去今天就白來 你這樣超奇怪 那怎樣不奇怪 為了緩解尷尬我們兩個親一個 這樣子轉 小山現在覺得很羞恥 現在還好了 怎麼會不羞恥啊 他前後都有女生 他都還好啊 但我不得不說他這個真的就是 很舒服耶 就是泰國的他是比較 比較保健的那種手法 但是越南是比較偏向一群玉的手法 泰國的真的是爪 然後他現在的有點像是 摸著爪 就是他在摸著爪 就是他在摸著爪 有條豆絲 對對對 看內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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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老師學這個通常要學多久 蛤 三月 哦 沒有我想像那麼久耶 痛你就叫我出來 有點憨到十二指腸了 那在這邊可以分享一下 碰到的比較奇怪的客人嗎 哈哈哈哈 他說有 有 怎樣奇怪 是有什麼特殊的要求還是什麼 對 嘿嘿嘿 好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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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不是等於是在抓龍斤的時候 可能他們就會動手摸來摸去這樣 我是舒嬅我可以這樣看 所以有客人也是問你的客人是比較 素質比較不好 嗯 哈哈哈哈 真的有拉筋喔 有拉筋喔 痛嗎 痛嗎 會 因為他現在摸著的地方是比較不會痛的地方 你覺得他抓的準不準 那有個人是敢撈 他說有的客人比較敏感的話會說比較痛 如果是喜歡的話會比較不會 然後有的是比如說客人給堵塞 不痛的話推的時候會有一點痠痛的感覺 喔 會嗎 不痛 他問你 他問你的話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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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 那我問他一個問題就是 他一開始做這個的時候會不會害羞 好 他怎麼去調適他的那個心情 那你也知道 ショ hyped 哦 我朋友 有的治療做動作 那他知道 那問題是否會抵辱 現在 mange 你會抵達 治療的 部體又 小村有反應喔 小村 我有看到 很難 很有反應 哈哈哈哈哈哈 你有反應你就糟糕喔 association 對啊 有反應你就真的糟糕 我這樣看 它扯了一下感覺有25厘米 真的 你們看不到 你要到我的facebook only pen 又美上看了齁 其實剛剛比較還是注重在弓下部分 老師就是一直這樣粗 然後下面的各種筋就是拉 然後他剛剛用力往這邊扯的時候 然後我覺得那個區間真的有25厘米 它是扯蛋還是扯根部還是扯哪裡 蛋啊 蛋那邊 蛋跟根部中間那邊 然後會陰他也會給你按摩這樣 那我們農筋的小姐姐通常是我們有特意挑過 才能夠挑到這麼漂亮的 還是說這一個水平是一個常態 給你安排的肯定是要有一個水平才會安排來的 那如果說第一次來越南走這一個行程的 那它是要很難才能夠找到這種水平還是說 我覺得我們這邊管道的水平其實都蠻高的 應該說以我多年來的經驗 小姐姐的顏值平均都有在一個水平線上面 所以不用太擔心說挑不到 顏值的問題 並不是說我們只是特定找了一個特別漂亮的過來 當然是特別漂亮但水平線一定都有一個基準線在 對對對所以不用擔心挑不到的 這也是 一定有你喜歡的就對了 會不會說太麻 哈哈哈哈 但其實確實是這樣啦 就是我們在挑照片的時候 或是說看到照片的時候 這個小姐姐平均顏值都蠻高的 有點嚇到我 所以小陳就等一下就不能睡著 不會這樣 他如果能睡著我也覺得厲害 太舒服到睡著 就很有可能 硬著睡著 哈哈哈 有沒有什麼新手法 我今天上一個工具人 這就是你嗎 對 一個工具人一個洋具人 洋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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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摸跟轉 現在都變成了按牙 然後按那個 屬膝部 雞雞的周圍 然後尺骨的那個位置 他也是按的蠻深層 其實我們每個地方都有按到 剛剛還有一個動作是 他把我蛋蛋像捏你臉這樣子 我畫一拉紙 我沒有看到 捏你臉 對 他就是捏著蛋皮 然後在那邊 那捏著蛋皮感覺怎麼樣 是爽嗎還是怎麼樣 一開始會比較不適應 但後面其實放手 我適應後就還蠻舒服 那一個部分應該蠻像保健效果 好 那這樣變成是 不要花多少錢的內容 大概一兩天吧 一兩天 好 你們先回去 我有點事情要現在自己帶一兩天 一兩天 你好像真的可以實現開店嗎 對 現在在捏 捏面皮是不是走 捏面皮 捏面皮 現在進到什麼樣的地方 捏面皮 比較下一個那邊 很會一樣 嗯 我好像用夾的 嗯 書上那個手法是怎麼樣 可以形容一下嗎 你可以比出來嗎 等一下書上你可以比一下 好奇 我這邊看不到 書上用口波的 你的手就是淡淡紅 你的手捏 再聚在一起 然後又往其他方向扯 然後再聚在一起 然後還有 就是拉得比較長的這樣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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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像在拉夾的 你的皮 你當屌膜了 先粗刀一下 哦 這已經結束了 Fi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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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捨不得的樣子 太快了 好快 不覺得90分鐘 小神講一下真的 真實的感覺 怎樣感覺 還是通體舒暢 通體舒暢 通體舒暢 你臉都紅了耶 對啊 對好像有點醉酒醉酒的狀態 那今天是你第一次抓龍筋嘛 然後你 對第一次 那你大概是有怎樣的感覺 因為我之前是聽說過 泰國按摩的手法 就是會 有些按到會比較痛一點 對但是今天嘗試月室的話 我會覺得說他的手法會比較偏調動 會比較輕柔 然後就整個還蠻舒服 整個過程 除了一開始的不適應 然後後面是都還蠻舒服 你剛剛喊的最厲害的是捏到哪裡 我喊了蠻多次的 好像是捏大腿跟著你喊的最厲害的 沒有那個時候是 剛從身體一半的按摩之後 進入到重頭戲的時候 不然我 那小神是第一次被按到菊花的嗎 拍戲的時候算吧 拍戲的時候你被按過菊花嗎 有啊 我不早講 我這裡可以按啊 我就在找可以按的人好不好 那所以剛剛按菊花的感覺 你覺得如何 然後跟平常說 拍戲的過程是 好像他們也不太會 然後就按的比較大力 那時候是會痛 然後老師就比較專業一點 抹摸過去 有一種比較適中的力度 對在探花的感覺 對啊就蠻舒服的 那總體來說 你會覺得是會回頭的嗎 這一定要回頭的 你看我剛剛說捨不得結束 哦 安全是不懂啊 那剛剛老師的有一些手法呢 我已經會放到我的Facebook And OnlyFans 跟YuMe上去 那另外就是 你沒有試過泰國的嗎 等一下我來給你試一下泰國的手法 然後你就可以 對比一下泰國跟越南的 到底有什麼區別 那這部分呢 可能也會放到我剛剛說的 那三個平台上面去 那大家記得 要到這三個平台上面去 訂閱我的內容 那今天的內容就到這裡結束 我是舒暢 那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